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两种不需要解拍器 可以让自己稳定解拍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先给自己稳定的拍点 假设这首曲子是四次拍 你就可以给自己四个拍点 那这一个拍点的音可以是任何一个音都可以 第二种方式是在旋律里面有一拍半或是两拍或一拍的地方 加上分解拍子 假设像这首曲子里面有两拍的一拍 那一拍我们就可以分解成两个半拍 练习几次的分解拍子之后 再重新回到圆曲上就会吹的正确咯 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一拍半有多长 这个时候用这种方法下去练习也是非常的有效果的 一拍半就是三个半拍 所以你在吹一拍半的时候就把它分解成三个半拍的音 一拍半时就会有点 clear 就是我们刚才能拍的音 明天可以一拍半拍的音 4 4 感谢观看